这回闹大 大连环卫工用抹布擦斑马线 官方回应来了网友并不买账 近日 大连环卫工顶着烈日用抹布擦马路的视频在网上疯传 视频中几名环卫工大妈勾搂着腰 蹲在地上擦马路 真是闻所未无的 一名过路的市民也看不下去 便将视频拍摄下来并发到了网上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网上一片痛斥声 拿着最低的工资干着最累的 不干活的坐在办公室 变着法子给当活的找事干 究竟是哪个大聪明想出来的这个法 去给大马路擦地 这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不禁让人联想到前段时间 环卫工被要求以客论计 不惜拿乘乘灰尘 简直荒诞到没有天机 一时间大连城管局被骂上热搜 面对记者的采访 环卫工表示 他但这份工作也有好几年了 从来没有这么干活 这次擦地是城管局现场知道 但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却表示 保留县脏屋的话 会影响到正常行车 必须达到反光要求 这才提出需要清洁的要求 但并没要求工人用抹布擦洗 目前该擦洗工作已被叫停 但网友们却并不懒账 有网友表示 城管局说他们没要求 反正我不相信 也有网友表示 斑马县有油屋 确实会导致行人摔跤车辆打滑 必须及时清除 但是用错工具了 应该用高压水枪 再加点洗洁精 最后用清洁车清理 根本用不到工人亲自擦洗 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 评论区畅所欲言 我们下期再见